九九神发表这部分 主要有几个概念 可能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你公式里面怎么样 做蓝列的锁定 上个礼拜特别提到 有关列的锁定跟蓝的锁定 这两者间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需要蓝列的锁定呢 主要就是因为你如果向下 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列号会增加 向右的话蓝号会增加 但是如果你今天假设 你不希望让它做真 就是向下要固定在某一个列 或者是向右固定在某一个蓝的话 那请记得就是说 要在那个列跟蓝的前面 加上这个一个钱的 一个dollar side这个钱的符号 那表示说我这一蓝或我这一列 如果我在自动填满的时候呢 不要帮我增加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上礼拜有提过了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做出类似像99乘法表 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比如上面1到9 然后左边也是1到9 这中间的资料 其实是一次性的全部自动产生 那我们是用公式里面把它完成 另外还除了用公式之外 我们可以用那个函数里面的column跟roll 那column跟roll呢 基本上是抓到那个 我们现在是在哪一篮 哪一列的位置 所以比较没有蓝列锁定的问题啦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column 前面是column后面是roll 那把它最后相成的结果 你会发现就会有一个这个我们右的就是 那如果你向下的话 因为它的列号会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数字会增加 向右的话呢 那因为它的蓝号会增加 所以前面这个数字呢 也会增加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上礼拜两个部分 第三个是有关VBA 那VBA当然 我们前面做了蛮多练习的 其实也是从那个函数 以色尔里面的函数演变过来的 那逻辑基本上都是相 应该算什么 相通的吧 那不一定相同 但是是相通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工作里面 你如果每一次都要下一次调节 下一次这个打一下公式 其实蛮浪费 甚至你如果希望加快速度 当然你也许可以把它变成像这样 也是1到9 1到9 那我希望按个按钮自动帮我完成的话 那这里该怎么做 其实这也是上礼拜有提到的 这边的话就牵涉到有关蓝跟列的一个 这个变速 那也是用两个回圈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完成 那这两个回圈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写一个 4i等于列 所以第二列到第四列 指的是你要输出的位置 好 J的话呢 是第二栏到第十栏 那输出的话呢 前面就是放一个Sales IJ 那输出的部分的话 当然你就给它 它要的 因为我们是从第二列 那当然如果你要输出 从1开始的话 记得把它减1 我们是先蓝再列 所以J减1 X 再来就是I减1 最后呢 才是等号 中间串一个等号 把最后的结果相乘 结果就出来了 当然清除的话 我们有多一个清除 清除当然你可以利用那个4回圈清除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写一行就可以清除了 这个写一行清除 意思是说 我给它一个range 这个range指的是一个范围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点clear contents 这个方法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把它全部清除掉 OK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讲到有关 如果我今天希望 输出的结果 并没有这么单纯 我希望怎么样 只要整列 比如说三 能够被三整除的列 比如三六九 然后帮我涂颜色 OK 类似像这样 三六九 OK 那你想说 这个地方 可能要多学一个函数 叫MOD MOD 这个MOD 这个不是中华电线 那个MOD 只是名称一模一样 MOD 那这个MOD 它的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 如果能 因为我们要求能够被三整除 的话 这个是一个条件 那整除的话 MOD其实就是求余数的意思 求余数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 假如说我有个数字 这个地方我切到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 如果我 我这边有 假设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要求一个MOD 的余数 那你可以在哪边呢 记得好像在数学里面 其实在以色列函数里面 也有一个叫MOD 在哪里呢 在类别里面是数学与三角函数 这边就有 传回两数 相除后的余数 所以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要给它一个什么 假设我给它一个数字好了 比如说10 那你要 这个 这个指的是除 除多少 比如说除3 那特别主要 它回来就是1 OK 也就是说 10除以 我们主要是要求这个数字 那你想说这个MOD有什么用途 主要就是 假设我今天给它一个3好了 3除以3 于多少 于0 那如果6的话呢 也是要0 369都是0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做出一个效果 类似像我刚刚看 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如果能够被三整除的话 那我就把它的底色 换成黄色的话 当然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用VBA来完成 就像刚刚这边可以看到 那清除格式 你可能要额外写 你不能用清 清除格式 你不能用清除 清除的话 它格式不会清掉 所以呢 你如果说要清除 可能额外要写一个清除格式 那当然除了用VBA来做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另外一个方法 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设定格式化条件 前面我们有用过就是新增规则 那规则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哪些 那这个地方的公式 里面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刚刚讲过那个MOD MOD 这一个函数 可以来做一些 那当然那个地方就是 如果你把除顺格里面 还只丢过来 它如果能够被整除 那我们就怎么样 把它底色变成黄色 你也可以用什么 设定格式化来做 或者VBA来做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完成 或许可以试试看好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还可以做什么 对角线 那所谓对角线是什么 这一边 这一边跟这一边 那其实你对角线 你可以分两条线 其实你可以分两个来做 一个是什么 这一边 那你想说这一边到底有什么条件 可以让这个 它 这个 这边的话你会发现 它的除数跟 不是 陈数跟被陈数 其实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的底色 换一下 字的颜色也换一下 那另外一边的话呢 就是陈数 怎么样 加上 被陈数 的结果 如果两个相陈 等于多少 你会发现刚好对角线 刚好等于10的话 那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换个颜色 所以其实可以分两条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做 或者是你可以用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这边也可以做 只是说这个 哪个简单呢 其实做得出来都简单 做不出来 应该都不算简单 那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 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先从 不需要写程式开始吧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把上个礼拜那个范例 先开起来 然后我们再延伸有关格式的设定部分 今天希望让这一整列 来这边 总共会有三列 让我 如果它整除的话 能够被三整除的话 那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黄色的底色 反之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不加 那这个地方我不是用BBA写的 不是用设定 假设了 如果是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 当然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可以当然用 用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这边的话呢 数学三角函数里面的MOD 这个MOD其实用到的几率还蛮高 能不能被整 被哪个数字整除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哪个数字 也许你上面这个假设我们先先预先预先了解一下 然后呢 有没有整除 哪个能够被三 所以除以三 余多少 所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假设我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个数字都会变成说 因为这个是留余数 余多少 除以三之后余多少 比如说除以三 余一余二余零对不对 然后呢 那再来就就礼拜 再来就是四 四五六的话 那那也是余一余二 六的话刚好整除 所以基本上呢 整除的部分 大概就三六九 OK 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们如果要用这个 这个函数啊 来帮我们做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 前面好像没有做过吗 第一个 我先把A2一直选 把这个A2以下 一直到J10的范围先选取 接下来利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新增规则 那规则部分的话 其实上面几个都没有办法办到 只有一个 使用公式 那这个公式呢 特别注意哦 是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用那个MOD MOD MOD 刮糊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哦 我们这个范围呢 的 以哪一个当成基准 那通常会这个范围里面的 左上角那一个 那这个左上角呢 其实就是 有点像他之后 要 他会一个一个帮你 一个一个储存格 帮你去做什么 做 判断 比 有没有 用这个公式去比一下 你选的这个范围里面 到底有没有你所要这个条件 那么我什么呢 假设我以A2当成我的基准 豆点3 表示说除以3之后呢 如果能够整除 那就等于0 如果可以满足什么 这个条件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格式地方 填满为黄色 OK 然后按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按下确定的话 他一样会怎么样 他有点像是从这边出发 然后呢 一个一个帮你去往右边 往下面 实际上就是往右下角 会帮你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帮你去把储存格的资料 里面的资料掉出来 然后呢 帮你除以3看看能不能整除 如果整除的话 就帮你做底下这个格式 如果不整除就不帮你做 但是呢 这个地方 他还是会牵涉到一点 什么 就是你向右的话 如果你这个栏栏没有锁的话 或列没有锁的话 他还是会自动帮你增加 就是因为 A会变B B会变C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有个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只有针对 A栏里面去做 可是B栏以后 如果我希望 他也能够帮我做 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技巧 就是说 你在设定格式化条件的时候 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可以怎么样 因为他得到时候 他会向右 就从A栏到B 变B栏 B栏变C栏 那如果说 你今天希望 固定在A栏的话 反正以后 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去帮我就做 因为这个后面的资料 其实他不是列号 对不对 他里面是什么 1乘1等于1 那这个其实 Mod的结果 一定不可能等于0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锁在A栏 其实在这里 他也支援A 就是锁A栏的这个技巧 OK 那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结果会怎么样呢 只多一个这个 OK 按一个确定 这个套用一下 你会发现 他整列呢 全部都帮你做了 意思就是说 反正他那个 差别就是说 之前你是向右填满 向下填满 但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他是会自动帮你全部填满 但是呢 他会如果你 往右边 他会自动帮你变成 B栏 C栏 那所以如果你要锁定的话 你可以把A栏 因为我们基本上 列号还是在A栏上面 B栏以后没有 除非说你要去再去切割 他前面的那个列 这就是他列号的部分 不会太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 我把重点提醒 一 选取这个范围 那因为上面这一 第一列不用 所以你把第二列到第十列选起来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MOD 把A2 特别说MOD 你们可以先预先 演练一下这个MOD函数 他基本上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你给他一个数字 第二个参数是除以多少 除以3 如果整除 整除是等于0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给他一个格式 那因为到时候呢 这个范围 他会一直往右跑 所以会变成A栏 A会变成B B会变成C 那这样子的话 将来你就不会抓到 正确的列号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A前面呢 加上前的符号 那他就帮我锁住那个位置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成 第一个 就是如果 能够被 三整除的那一个储存格 你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改成黄色的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 可以一样哦 也许这边在增 我第二个是希望怎么样 做出像这样的斜边 斜斜的 那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分两个部分来做 一个是 左上到右下 一个是 右上到左下 两个斜边 那一样了 这个部分还是 不需要写VBA 可是需要用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那这个规则要怎么下 会比较好 什么情况下 那个 那你也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规则是 这一个 陈述跟被陈述 两个是相等的情况下 就帮我 设定一个格式 OK那怎么做 另外一边是相加等于 实在画面先放你 不会来试一下 好 这边我们会用到一个 叫more的函数 好